等会儿 你下去吧 我来 吴宴 不是我不救你 皇上要您的命 等会儿啊 我麻了一点啊 春禅不解秋叶落 道死方知透不寒 大家好 我是二美顾 敖拜为了赌掌大权 开始蚕食皇帝身边的势力 第一步 把康熙身边最忠诚的侍卫 娄鹤给干掉了 这康熙没到亲政的年纪 只能把被打掉的牙咽肚子里 虽然不能打回去 但是吐他敖拜一连血 还是不怂的 谁叫咱是年轻人呢 必须弃胜 于是守株待兔 拿下了敖拜的肝儿 无良府 老太监偷了成千公里的宝贝 准备给干爹贺寿 被康熙和魏东庭一通吓唬 血都凉了 八宝琉璃瓶五万两 龙凤翠玉碗三万两 奇珍异寿瓶八十八万两 偷的东西 加一起一百来万的 有一百个脑袋 都不够掉的 这无良府集中生智 开始甩骨 皇上 这些东西 都是净是房总管 黄敬让奴才拿的呀 宽扯 叫黄敬马上来 领旨 这边喊人咱不讲 说那玉花园 欧拜正跟校庄谈事呢 前些日子弄死了楼鹤 这远远不够 他的主要目标 是帝师 未成魔 康熙没登基之前 自己跟校庄提了一次 被索尼那个老鬼给挡了柴 几年下来 心里对拿下未成魔的事 也淡了 谁承想呢 这老伙计跟自己 有点不死不休的意思 抓着自己圈地的事 不放 趁着康熙亲政前 必须换了他 这消除隐患的同时 可以进一步削减 皇上的势力 想拿下未成魔 就得有理由 傲拜的理由是 他未成魔 对满清 大不敬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他状告自己圈地 完全是仇视其人的行为 自己发誓 圈地私用 绝对不属实 自己是下令在南直立圈地 但那是为了扩建军营所需 完全是为了大清江山的保障 此人如此诬陷忠良 仇视其人 绝不能再做敌事 孝庄心里冷笑 他敖拜圈没圈地 私没私用 自己心里明镜 未成魔的人品 自己也是门情 可是上次已经博过 我拜一次了 这次得换个玩法 这个未成魔嘛 他呀 当了皇上几年的师父 没有功劳 也有苦劳 临了啊 那朝廷也得赏他点什么东西 让这些臣子们都看一看 皇上遵师众教 为天下表率 臣建议赏魏成魔皇马挂 并养老银子五百两 是不是薄了点 请太皇太后议旨 这个魏成魔 他不是二品金官吗 给他个从一品 把他弄到外省去 当个巡抚什么的 不就得了吗 巡抚可是个封疆的 哪里呀 当然了 我从来不干涉朝政 我只是个贱 老银 傻了 可是傻得哑口无言呢 你的目的 不就是不让他做地事吗 我孝庄成全你了 但是我的意志 你也得给点面子吧 那敖拜敢不给吗 至于去哪做巡抚呢 你敖拜不是在南直立 可以扩建军营吗 那就让他去江苏 受受气 当然 自己不干涉朝政 只是建议 看着敖拜铁青的脸 孝庄还是老套路 打个巴掌 喂个枣 魏成魔被你撸了 那新帝师 你得给玄蒙一个呀 敖拜脸一喜 已经找到了 正在宫外候旨呢 那就叫他进来吧 这太皇太后 这位便是前科状元 太子少保 季氏 老臣叩见太皇太后 孝庄一打眼 眼熟啊 原来他季氏给顺治帝 做了八年的老师 因为自己反对皇帝深信佛教 被顺治给开了 孝庄一阵感叹 如果季氏一直在 弗林未必会执意出家呀 行 帝师的位置 你就先试试吧 最起码不至于 再出来一个半路剃头的 这俩人告退 去找康熙不表 说那竟是房总管 黄靖到了 黄靖 胡兰府说 他都这么多宝贝 是你让他们干的 黄靖听完魂都下没了 来到镜前一看 哇 好家伙 全是顺治帝喜欢的宝贝 这锅咱可背不起呀 皇上 您就是给奴才八个胆 咱都不敢碰一下呀 这假传圣旨 可是欺君之罪呀 绝对没这事 无良府 你听见了吧 你又多了两款大罪 欺君网上 假传圣旨 无良府一听 完了 心一沉手一划 宝贝可就摔碎了 这宝贝康熙不心疼 她要的是 无良府的命 问黄靖 坚守自盗怎么罚 黄靖没犹豫 必须挺仗伺候啊 皇上给个数 打就是了 得嘞 黄靖心里清楚 这是让她死啊 对不住了 无言 皇上要您的命啊 老姐姐今天帮不了你了 想报仇啊 下辈子投胎做她儿子 霍霍她去 这投胎是下辈子的事了 这辈子 无良府是弄明白了 这死啊 是替她熬败的 转告中她 奴才死的怨 得了得了 等会儿啊 我麻了一点啊 这无良府刚死 敖拜和济氏 到了 看见干儿子 气绝在血泼当中 敖拜这火可就要起来了 他不是心疼这太监 而是生气康熙敢砍了自己伸到他身边的一只手啊 刚要质问 康熙先发制人 这最可气的 就这奴才说是敖中探了他干的 说过些日子啊 是你的生日 他要给你送少礼 这狗奴才 自个儿贪赃王法 还赖在陈的头上 好一招一笔之道 还师彼神 你敖拜弄死罗赫 让朕哑口无言 今天当你面打死无良府 让你无处含冤 这一军一陈一来一回 康熙觉得打了个平手 可敖拜不这么认为 虽然砍了自己的左手 可右手已经掐住了你的脖子 那就是帝师济世 老臣济世 叩见皇上 这是陈等公义为皇上聘请的老师 保国公济世 康熙开始是抗拒的 傻子都能看出来 这是敖拜新差的眼线 奈何太皇太后默许论 自己只能接受了 你起来吧 朕认你这个师父了 皇上不兴拜师礼 老夫不起来 你别逼朕 朕平生罪恨别人逼迫 太皇太后一致 基氏师父 人的名 树的影 在大清提笑壮 上至天子 下至黎民 都得给三分薄面了 接下来的日子 基氏对康熙的文化教育 那是一丝不苟 精雕细刻 精到什么程度呢 精到从史记汉高祖刘邦传开始讲起 康熙听得脑瓜的是值饭困呢 这些东西 魏成魔在自己五岁半的时候 就讲了不下百遍 说句难听的 哪个皇帝娶了几个婆娘 自己都能到北如流了 他现在就想听一些正史上没有的 例如徐达次娥 秦始皇是吕不韦的私生子 徐辅是窝人祖先等等这样的野史 那些野技杂文 都是些骆驼书生胡编乱造的呀 皇上贵为天子 应当非礼物听 非礼物事 万万不可沦入邪道啊 作为敖拜的眼线 康熙本就看老忌头不顺眼 这叨叨起来还没完没了了 直接撂跳子 不学了 尿尿去 多日后的一天 康熙上课晚了十五分钟 进了御书房一看 得何 这老头为了逼自己学习 还真是煞费苦心呢 把先帝爷的画像请了进来 自己正跪那受罚呢 所谓养不教父之过 教不言师之舵 天子晚来十五分钟 帝师绝对有错 康熙是没招没招的 我错了 下回不迟到了 行不行 赶紧起来吧 地下凉 皇上知错不改 老臣不起来 朕改 朕一定改 皇上不在先帝爷面前发怨 老臣不起来 朕在先帝跟前发怨 知错必改 言而有信 知错必改 言而有信 得 这辈子 除了跪老爹跪祖母 没跪过别人的康熙 这不到半个月 给济世跪了俩 济世呢 也不是不值好歹的人 得了便宜 就别卖乖了 天子要听爷使 今天成全你 讲个啥呢 王郎卧饼 孝子王郎为了让林中父亲 喝上鱼桃 在零下四十多度 脱掉衣服 雾化了三米多厚的饼 抓到了鱼 完成了妇院 敢不敢人呢 康熙的眉头 早就拧到了四川 这不糊弄小孩吗 他家锄头铁膏 涨宝废了 这不闲的吗 老师啊 那王郎最后怎么样呢 冻死了呀 靠 苏玛 惨啊 我告诉你 这皇上 真不是人当的 康熙实在受不了了 找到祖母 这老师啊 说死也不要了 无聊透顶不说 还把我爹挂墙上监视我 没事 还隔三差五的以自罚来约束我 未成魔都没他狠呢 最关键的 他是熬败的人哪 皇祖母开头啊 对这个济世也不大信任 可是 听了你这一肚子苦水 我倒觉得这个济世啊 是个了不起的人 他书教得怎么样且不论 但是我看得出来 这个人对先皇忠心耿耿 对你那是刚正不阿 这也是值得你尊敬的 是不是啊 至于你说他是熬拜的耳目 就算是又怎么样 你连熬拜的耳目都对付不了 那还能对付熬拜吗 这三言点醒迷途士 一语惊醒梦中人 有了老祖母这番分析 康熙心里的怨气和疑虑 全部消散 他决定 以济世为魔刀石 成就自己一代圣君 下集 大清迎来了新一届科举 康熙决定匿名考试 来他个一鸣惊人 几位辅政大臣之间的内斗 也将愈演愈练 本主考官你的考题是 时政之要 听听 这个题目不好 还是换了好 都好 你怎么觉得不舒服了